按11270多岁的老先生 20号曾去阿曼达舞厅跳舞4.5小时 有网友翻出当晚照片 总共100名学员大集合拍照 令人惊讶的是 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没戴口罩 不但拍照如此 就连跳舞时都只有少数人在佩戴 再加上28号才确诊 8天时间内 上百位的老人家到处爬爬噪 根本没人可管 网友直呼这次真的要炸了 这比华航机师严重多了 因为这些人进入传统市场就完了 指挥中心匡列了111位的接触者 裁检39人 三人阴性36人 检验当中还有72人 待检验 1068的弟弟 跟他接触的场合蛮活泼的 那我们也匡列了相当多19几位 那我们再直接有匡列111位 但就怕成为恐怖传播链 附近的店家跟居民 人心惶惶 非常怕难 为什么因为100个人 对不对 他如果回到家去 家里的人又像这样子 甚至最怕有小孩子 人头怎么办 本土应该是早就有 可是来讲就是还没有说很 管控的很好 这都是很大的问题 按112足迹遍布大桃园 曾经去过平镇 北新活动中心跳舞 包吻又去懒得主精灵店用餐 之后又去中立的阿曼达舞场 隔天又到桃园中普国小 上乐林学习课程 恐怕影响再扩大 现在只要舞厅中有其他民众确诊 就将进入社区传染 再加上老人染疫恐怕会面临重症危机 本土风暴 持续扩大 记者方豪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